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史上最大IPO真的要来了 SpaceX计划以1.5万亿美元 左右的估值登陆资本市场 而这不仅是全球科技股的新地震 也将深刻改变新加坡的科技与航天格局 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 这与新加坡有什么关系 但你可能不知道新加坡主权基金 但马西与GIC 这些年持续压住航空航天 卫星互联网材料科学 与MASK生态链的关键技术 而SpaceX一旦开放IPO 新加坡将有极高几率成为全球 最重要的一级与二级资金来源之一 与此同时大量在新加坡落脚的航天科技企业 也将在SpaceX上市的资本 溢价推动下迎来估值跃升 你可能想问这场 IPO会成为推动新加坡航天科技 产业全面跃升的催化剂吗 SpaceX IPO会如何改变新加坡的航天科技版图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要理解新加坡为何会在 SpaceX IPO中占据重要位置 我们必须先回到资本逻辑 但马西其实多年布局太空科技 包括对SpaceX本体 Starlink供应链企业 先进材料公司 与小卫星制造商的直接或间接投资 这样的投资不是短期套利 而是典型的主权资本士 长期下注 稳准升 当SpaceX以全球最高估值进入IPO阶段 但马西拥有的信息优势产业认知与投资经验 会让它成为最自然的认购力量 而GIC更是长期投资基础设施 和全球科技资产的关键角色 其资产规模与风控体系完全 有能力支持这样的MegaTech IPO 从资本角度看 SpaceX一旦上市 这可能会成为全球主权基金中首次 对商业航天进行最大规模配置的实力 而新加坡的两个主权资本 极有可能成为核心参与者 那么这样的资本投入会直接推动新加坡 本地航天科技产业的估值重新定价吗 SpaceX的IPO不只是财务事件 它更是全球航天产业估值体系重写的节点 因为当行业龙头被重新定价 供应链企业合作伙伴 替代产品甚至区域创新中心 都会跟着获得估值一架 对于新加坡来说 这带来的加速效应特别明显 ST Engineering在小卫星 SAR在赫卫星通信电子核 太空组建领域已布局多年 与欧洲中东乃至东南亚国家 都有稳定合作 SpaceX的上市热度 会让这些技术供给更受国际关注 也会吸引更多国家与企业 把项目转移到新加坡执行 与此同时 本地航天初创正在快速崛起 包括以新加坡为运营中心的IC 以离子推进技术文明的Illiana 以及打造激光通信网络的Trend Celestial 过去这些企业 在国际融资中需要解释 新加坡航天 而SpaceX IPO将让 商业太空成为主流资产类别 新加坡的这些企业 会直接受到资本关注 问题是SpaceX在市场端的扩张 真的能推动新加坡成为区域太空科技枢纽吗 很多人不知道SpaceX的客户里 新加坡企业是区域最集中的群体之一 原因很简单 新加坡是全球航运 海市科技和地球观测的中心 大量企业需要高可靠 低轨卫星支持 从航运巨头到海市无人系统 从能源平台到金融科技 再到地球观测公司 都大量采购Starlink Starshield未来开放后 Falcon 9发射服务 甚至是SpaceX正酝酿的太空数据中心 也就是说 新加坡不是普通客户 而是SpaceX在东南亚最重要的需求聚集区 当SpaceX赢IPO获得更多资金后 它会更快扩展发射节奏 卫星规模和数据能力 而这些提升 会直接强化新加坡 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新加坡本身的太空生态 也因此吸引更多 全球公司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 或测试基地 换句话说 SpaceX的每一步扩张 都在同时抬升新加坡作为 亚洲商业太空中心的地位 同时SpaceX正在全面推进 Direct to Sell直连手机服务 未来用户跨境旅行时 可能不再依赖当地电信商 这同时也给新加坡 带来更强的通信任性 IMDA过去几年持续强调 非地面网络的重要性 而Starlink的商业落地会 让这种规划从愿景变成现实 Sintel等运营商 未来可能与Starlink合作 形成混合式通信架构 这对于新加坡周边 大量跨境劳动力 区域航线海事作业 都将是一次通信生态的重塑 那么 你如何看待SpaceX的IPO计划 你认为新加坡 会是东南亚科技版图上的赢家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